为什么大多数人奋斗终生 竭尽全力地赚钱却无法拥有财富 原因是他们不了解赚钱的本质 认真看完这段视频 它将颠覆你的认知 让你看透事物的本质 你将在走出瓶颈的时候 感受到我视频的力量 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和动物生活在丛林里 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 强的要吃弱的 大的要吃小的 只不过人类善于包装自己 披上了一层文明的外衣 让人类社会表面看上去温文尔雅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在这个地球上无处不在 社会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狼一种是羊 要么是狼能吃肉 要么是羊做得被吃 狼的生存逻辑 是如何优雅地吃掉羊 羊唯一的生存逻辑 就是变成狼 有一句话叫邪不胜正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邪恶 永远战胜不了正义 而是一旦邪恶战胜了正义 它本身就变成了正义 在人类社会里 99%的人都是羊 他们的宿命就是被吃掉 或者被变相地吃掉 就是割韭菜 自古真心留不住 唯有套路得人心 谁掌控了影响大众的艺术 就掌控了统治他们的艺术 未来一切的竞争 其实都是抢占认知高地的竞争 简而言之就是攻占这99%的人心 那赚钱的本质是什么呢 钱永远是从认知低的地方 流向认知高的地方 也就是认知高的人 永远通过认知差 在收割认知低的人 你所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你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 你所亏的每一分钱 都是因为对这个世界认知的缺陷 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平 在于当一个人的财富 大于自己认知的时候 这个社会有99种方式收割你 直到你的认知 和你的财富相匹配为止 不管是1853年 就金山淘金热衷 靠出售五金工具发财的人 还是现在做短视频教学培训 和出售直播设备的 赚到大钱的人 哪个不是看透了赚钱的本质 赚钱的本质 其实就是八个字 看清人像 制造假象 先看清真相 再制造假象 让大众沉迷其中 玩得不亦乐乎 你就成功了 千万不要用你认为的真相 强加于人 你只需要理解 他们目光的狭隘 然后不断去制造幻象 让他们沉迷 也就能大获成功 这是每一个商人 必备的本领 请大家记住这三句话 一 只要是在舞台上努力表演的 就是想赚观众口袋里的钱 二 人们只喜欢认知 范围内容易的东西 喜欢心灵鸡汤 喜欢成功学 喜欢快速致富 谁向他们提供幻觉 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 谁摧毁他们的幻觉 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三 人们最想看到的不是事实 而是能给他带来 简单虚幻快乐的东西 这三句话就是商业的秘诀 也是社会的真相和本质 社会的真相和本质 就是大多数人终生都被资本收割操控 迷茫地过了一生 想要不被收割操纵 就要自律 不停学习赚钱的本质 逆转圣反收割